成绩单 背上的双肩书包啪哒啪哒响着 小豆豆从车站快步往家里跑去 一路上目不斜视 乍一看 真像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 实际上 自从出了学校的大门 小豆豆一路上都是这个样子 回到家里 小豆豆推开门 一边说着 我回来了 一边寻找洛基 洛基正在阳台上 把肚皮紧紧的贴在地上乘凉 小豆豆默默地坐在洛基面前 把双肩书包从背上脱下来 从书包里取出成绩单 这是小豆豆的第一张成绩单 他把成绩单拿到洛基的眼前打开 估计洛基正好可以看清楚 然后有点骄傲地说 看一看 成绩单上 假呀 遗呀写了好多字 不过 小豆豆自己也不太清楚 是假比遗好些 还是遗比假好些 对于洛基来说 当然就更难判断了 不过 小豆豆觉得 第一张成绩单 自然一定要先给洛基看一看 而且 洛基肯定也会非常高兴 洛基看了看眼前这张纸 又闻了闻纸的味道 然后 一动不动地盯着小豆豆的脸 小豆豆说 还不错吧 汉字有点多 我想对你来说 可能太难了点吧 洛基动了动脑袋 像是要再仔细好好看看成绩单 然后 舔了舔小豆豆的手 小豆豆站起来 很满足地说 好了 现在去给妈妈他们看看 小豆豆走了以后 洛基也站了起来 好像要再找一个 更凉快一点的地方 然后 慢慢地坐下 缓缓闭上眼睛 洛基闭上眼睛的样子 任何人见了 都会觉得 他是在思考 这张成绩单的问题 有机会 对